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因为不知道一些数的实际数量 只好利用符号或字母来暂时代替这个位置数 含有这些符号的数字和算式 就称为代数式 例如爸爸的体重是我的两倍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实际的体重是多少 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或字母 像是X来表示我的体重 那么爸爸的体重就可以写成X乘2 由此可知啊 代数式常常可以用来表示一些含有位置数的概念 像是X的8倍就可以写成8X X的三分之一倍再多34 可以写成三分之一X加34 我们在写代数式的时候啊 一般会遵循下面这些规则 一 数字写在符号的左边 而且啊 数字和符号间的乘号可以不写 或者是写成点 像爸爸的体重的代数式 就会写成2X 而鲜少使用X2 2 但是啊 两个数字之间的乘号 不可以不写哦 不过呢 可以写成点 例如 2乘3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的方式表示 但是不可以不写 变成23哦 3 如果啊 是两个符号相乘 可以不写X或那个点点 像是X乘Y 或X点Y 就可以直接写成XY 4 1乘X 或者是1点X 或1X 通常啊 就会把这个1省略掉 直接写成X 负1乘X 负1点X 或者是负1X 也是一样的哦 可以直接写成负X 5 要特别注意的是代分数 不可以把符号直接移到分子哦 像是4乘3分之2X 等于3分之14X 等于3分之14X 但是4乘3分之2X 不等于4乘3分之2X哦 一支铅笔三元 导师啊 送班上每一个同学 5支铅笔 请问要花多少钱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班上实际有几位同学 所以用X来表示 班上的同学数 那么导师的花费就是 3乘5乘X 等于15X元 现在文具店周年庆 所有的商品都打75折 那么打折后 导师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拿前面算出的总花费 15X元去计算折扣 15X乘1百分之75 等于4分之45X 等于11又4分之1X 等于11又4分之1X 有一个长方形的周长 为X加8 若宽为3 则长是多少呢 把长方形的周长 减去两个宽边 再除2 就能算出长的数值 二分之二分之夸乎X加8 减3 减3 等于 二分之X加2 等于 二分之X加1 公司年终发奖金 老板决定给每个人 原来薪水的四分之五倍以后 再加5000元 假设原来员工的薪水是X元 那么员工年终奖金 用X代数式表示 应该是多少钱呢 四分之五X加5000元 小王原来的薪水啊 是36000元 那他可以拿到多少年终奖金呢 我们把他的薪水 36000元 带到X里面 等于 四分之五 乘36000元 加5000元 等于 45000 加5000 等于 5万元 国中的数学课程 需要你多停顿 多思考 建立基本的概念 才能完全理解 让数学更进步哦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别忘了订阅我们 并开启小铃铛 才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课程哦 有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